说起彭玉畅,大家对她的印象应该是在向往的生活里面的哥哥形象 她跟妹妹张子峰的兄妹感情,惹了很多人羡慕 兄妹两个在节目上笑爱消杀,有时候互相拆谈 有时候还团结对外,互相体谅 在节目之外,两人的关系也是非常要好 张子峰生日,彭玉畅来庆生 彭玉畅生日,而张子峰也不忘记来调侃哥哥一番 张子峰虽然名门上调侃互相嫌弃 但是对于彭玉畅,她还是非常关心 最近一段时间,彭玉畅都没有什么特别人关注的消息 但是近日,一些网友翻出她以前的疑似女装大佬的照片 照片上这个人长发飘飘,刮起脸,颜值很高 猛的一看以为是安扎拉baby 其实这是彭玉畅,这种模样的她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很多人第一眼以为是个美女,其实是俊俏小哥 这个是彭玉畅以前的古装扮相 头发披肩,翘刘海,这样的古装美男子发生在彭玉畅身上 简直亮沙所有人的眼 不少人直呼被彭玉畅长发造型惊艳到了 还以为是扮作了女装美艳动人 看上去真的就是和杨勇早期生出弹的时候一模一样 大家不便觉得像安扎拉baby 两人算是壮眼了 很多人都说彭玉畅这样子可以演反传角色了 其实这是彭玉畅在《刺客列传》里面的角色 该剧在2016年播出是网剧 彭玉畅在里面扮演重要角色 而且朋友上的演技也是可圈可脸让人印象深刻